看看屎君和安西线 学习的雨 undermine 风驴太远 哈喘! 我是Woshika舞 只有一周终于都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二月收藏了 那因为在上周的时候都白亩有大暴风雪 所以这两个星期很多鞋子呢都一直被不连 然後再加上美國1月份的時候 所有球鞋都推遲了 大家都沒有買到鞋子 2月份的時候我跟哥哥冒輔型的消費 然後哥哥那邊有一雙鞋子 我特別想要為大家開箱的 所以我現在要去哥哥那邊拿幾雙鞋子 然後呢連著我那幾雙鞋子 跟大家一起開箱 好啦 終於都回到家裡面了 那這個月終於可以為大家做一個開箱 那我在哥哥那邊呢其實我最想要 借的就是這一雙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說 這一雙是比較適合男生的 所以我自己並沒有用二手的價格入手 可是當我真的看到它的時候 我真的有被它體驗到 所以呢這一雙我絕對 一定要做一個開箱 那我自己呢買了三雙 那Valentine的那一雙明天才會到 所以Valentine的開箱呢我會放在影片的後面 那我先介紹哥哥這一邊的 第一雙就是今年的Carmen的復刻版啊 我相信很多老鞋迷都非常期待他這一次的復刻 那因為今年美國這一邊有非常多鞋子有 的問題如果大家上網看到的話呢 中底的部分呢是呈現非常粉的粉色 那幸好哥哥這一次拿著這雙鞋子並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剛好可以為大家做一個小開箱 那Valentine Carmen呢在1991年首次發售之後 第一次的復刻呢是在08年的CDT套裝組合中出現過 那第二次的復刻呢就是七年前的時候 就是2014年的時候當時呢哥哥也有搶到一雙 那這一次這雙鞋子整體呢也是用白色來呈現 那細節呢是用了紅色來做點綴 那這一次2021年的版本的紅色呢是比之前那兩次呢會更深色一點 而且他這一次的水晶外底呢是比2014年的時候更淺一些 可是哥哥跟我就會比較喜歡淺色一點 因為比較好對抗氧化這個問題 那當然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這一次最大的重點呢就是他這一次的後跟呢是換回元年的Nike Air Logo 很多老鞋迷都會非常開心 會覺得更加的原汁原味 那個人來講也是覺得這一次的復刻呢是最接近元年的一個版本呢 那我上網看了一下他的微笑價格也沒有說太過分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方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上網看一下 好那第二雙呢就是我自己覺得是這一部影片的重點呢 就是陳冠希他主導的Jordan14 Clot Low的Terracotta 那這一次Jordan14的靈感呢也是以上一次的Jordan13為基礎的 依舊是想要蔓延上一次所帶出的中國歷史的兵馬俑文化 並且呢再注入在這個鞋子的細節上 鞋合跟上一次一樣也是用了粉橘色的鞋合 嗯...鞋合上面依舊會有Doran啊 Doran啊Doran啊Clout的標誌在上面 打開鞋子之後呢你也會送到一雙明信卡 上面也是一個兵馬俑 頭男的姿勢 然後呢就是這雙鞋子啦 我本來看照片的時候其實沒有覺得很特別 可是你上手之後你會發現到它有很多細節上的地方是你在照片上面不會感受到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拿到手之後我感覺到非常驚艷的一雙鞋子 那我們先從配色開始講起吧 這一次的鞋面是採用了灰色啊沙圖色的色系為主色調的 鞋頭跟鞋身所用的雞皮呢是不一樣的 你也會看到鞋頭的部分呢是更淺色一點 毛呢是比較長的 那後面的雞皮呢是比較短一點比較rough 是為了想要營造出這種盔甲的視覺效果 並且還來點綴了兵馬俑的盔甲紋路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它是加入了線條 還有壓紋去連接貫穿的 而且它上面呢是非常規律的印有兩個點三個點這個位置 那就是代表的數字23 而且它這一次是拿走了Dragon14最經典的German Logo 呈現這種Metellic的質感 這個感覺更像以前士兵所用的盾牌 讓我最驚豔的地方呢就是它下方這個粉橘色的防側翻的位置 是我上網看照片沒有預料到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一次上面所用的材質是仿造了古代鑽瓦的感覺 而且它所做出來的一點點的那種讓你手上去摸起來的那種觸感 真的是讓你非常驚豔 兩雙鞋子的鞋舌上面呢 分別印了Dordon還有Clot的Logo 最值得一提呢是它這一次後跟 因為它是在Chinese New Year所出的版本 所以後面也添加了這種傳統的乳液結啊 還有一個小錢幣寓意著乳液吉祥 那整雙鞋子上手呢是非常輕盈 比普通版的Gordon 13會更輕 雖然它用了這麼低調的顏色 可是它還是能用它所有非常細心的細節 去帶出中國的傳統元素 我只能說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它 然後另外哥哥在Early Exclusive還拿了一雙Cool Grey 可是我覺得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比較特別的是它這一次用的荔枝皮的紋路 大家可以看到嗎 那雖然它整雙鞋子也是用了不同深淺的灰色來覆蓋著 可是它這一次用的荔枝皮的鞋身呢 我覺得它是更能帶出一種OG款的韻味 好 講完哥哥的就到我自己的啦 那我上個月呢就收了這一雙綠黃色的Sakai 因為我看它價格也OK 那我就不做太多的開箱了 因為之前很多開箱博主都開過了 YA 這是我等了一個禮拜最想要拿到的鞋 衝來啦 哇 你看這個盒子 這個Aaron的愛心 So cute 這雙鞋子真的等了一個星期了 所以終於都到我手上了 Picture Paper上面呢是寫著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今年的Air Force One來講呢 這一雙真的是我個人覺得非常俏皮 可愛而且很有節日氣氛的Air Force One 所以在那個製作上你看這一邊 然後這邊有點雕像 可是在左右腳上面的鞋子都有 搭配一個按扣的設計 所以外面呢是一個Nike Air Air Force One 然後打開呢是一個小愛心 有點像這種情書的感覺 那另外後邊的Nike Air這邊呢 也是I上面有個愛心師 跟它的鞋盒附印了一個主體 那這雙鞋子呢是用了白色跟淡粉色拼接而成的 淡粉色的位置呢都是用了番茅皮的材質 白色的皮夾是非常柔軟的 呃光滑皮質 然後側身的Sugo呢是用了紅色 所以非常的亮眼 至於它鞋頭衝鋒的部分呢 都是用了小小的愛心 所以這雙鞋子是非常少女風 那如果男朋友想要買給女朋友的話呢 那我相信這個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啦那這雙鞋子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現在回到我Studio的開箱影片 然後呢這個月我又多收了兩對Jordan1 因為認識我的朋友呢都知道 我有收Jordan1的習慣 這一次其中一雙呢是 Silver Toe 嗯那我覺得它這一次也是走一個保持經典的路線啦 可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這一次用的牌子呢也是用了漆皮的銀色 那雖然它這一次用的Metallic的銀色是非常亮眼 可是因為上一次開箱的這個KoJapan之後 這一雙到手的時候呢 我倒是沒有這麼驚豔的感覺 可是我看到它價格也不錯 然後我又有純Jordan1的習慣 所以我就把它帶回家啦 然後另外一雙Jordan1呢就是 欸把它放在鞋牆下面呢 這一雙我收到之後我還蠻開心的 那它是把PSG最擅長那種鮮明色彩的風格呢 它是用呢那種高反射的材料做成的 而且是以內凹的造型 所以整個呈現出來呢跟其他的Drodan1非常的不一樣 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反光孔 所以呢它這個夜光出來的效果 我個人覺得非常漂亮 那它後面這個標籤也是非常漂亮的 上面有PSG跟飛人的Logo 也是有這種玩球的Style還是Sermin 非常亮眼 那這一次呢也是用了Zoom Air的氣墊 所以呢上腳也是非常舒適的 然後莫名其妙我現在的鞋牆變得非常Colorful 可是非常有我的Style 我很喜歡 好其實上個星期我還中了Dunk 可是因為包補血的原因 要到下個星期才會收到 那我會把我上腳的球鞋照片 放到我的個人IG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追蹤 那以上呢就是2月份球鞋的分享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的是哪一雙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我的手機一直在想 好啦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啦 Adiós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